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回到Poker MMO 今次就來一個新的頭目配置 上次有講到皮皮作為竹頭的配置 皮皮這次也有少許改動,還有新的隊員 讓大家看看,方便大家去到竹頭,來吧 首先第一隻新的就是新蝙蝠 這個新蝙蝠就是新的竹頭神器 性格不需要怎樣看,努力值我練了速度,其餘都完全沒有理會 因為他原本速度也夠高,個體值如下,一樣不需要看任何東西 然後最重要有技能就是氣化,又是要換東西 另外特性一定要是笨拙 因為笨拙就會無法使用持有道具,也就是說 這件的突擊背心就會無法在他身上使用 如果大家聰明就知道怎樣做 新蝙蝠只要是這個特性,再帶上突擊背心 他就可以用到這個氣化,將這個突擊背心丟給對面 對面就無法使用任何變化技能 包括回血,包括什麼劇毒,或者那些狀態的人 全部都不能用 所以其實竹頭這個特性是非常好用的 現在帶大家去看 現在竹的應該是歐魂眼頭 好,這樣就來了 咦,好像沒有衝浪 噢,沒有帶衝浪 好,不要緊,趁這個時間我們講講皮皮 皮皮跟上次一樣沒有改變 是同一隻 只不過技能方面,我將他加了一招 投擇地球,地球上頭 以及電磁波轉為唱歌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發現電磁波這支技能 太低捕捉率 因為我們要用的是夢境球 所以如果你用麻痺球 不,麻痺電磁波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有個加成 所以就轉了做唱歌 還有在這裡推薦大家 竹頭木 要用至少兩倍以上的球 即是說,可能是高級球 跟著是其他潛水球那些 對應屬性 我自己就用夢境球和計時球 因為這兩個時候太好用了 不能不用 因為太好用了,所以沒辦法不用 因為我沒有帶閃光,所以有點辛苦 OK 不小心撞到MVC 好,迅速打完之後可以上回去 繼續找頭 就在這個位置 看到這麼多人就知道頭在這裡 先看看頭在這裡 那就很簡單 第一隻先放這個新蝙蝠 新蝙蝠 而且我已經知道歐魂眼用什麼技能 所以我可以直接換歐魂眼出去跟他對打 這個時候第一樣做氣法 沒什麼特別 因為對面是惡作劇之心 所以有先手的特殊技能 只要我換了這個特擊背心 他就沒辦法用任何變化技能 非常好用 所以推薦大家一定要用 然後這個時候換歐魂眼上場 由於對面就沒有任何的 除了格鬥以外的技能 所以他就打不到 這裡我們可以使用的就是黑野魔影 黑野魔影這招技能 就是根據你使用的當前精靈的等級 來進行傷害 你看到已經打了一半 然後再打多一下 再打多一下 基本上對面已經差不多 應該是紅血了 紅血的話就很簡單 換回豆粒菇 因為他是投閘地球 所以就算打下來也不會很痛 因為他只有68 頂多打我 25%左右 這裡很簡單 直接蘑菇包子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一樣 第一回合 如果你不想浪費精靈球 可以用替身 我都無所謂 照用精靈球 還有我的夢境球也不多 所以大家都要準備多一些的夢境球去捉頭目 睡到第二回合之後 我就可以 夢境球 看看夢境球能不能進 如果夢境球很久都不進 那就換計時球 好 OK 一球完成 就相當輕鬆 你看到是 不用這麼麻煩 不過 捉到頭目 就講運氣 有機會 有些人很難捉 有些人很容易捉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看看 這個頭目 會不會再改這個機制 然後再作出任何的配置更新 好了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 訂閱 下次再見 按LIKE